我叫鲁斯兰,来自哈萨克斯坦 我今天非常荣幸 我实现了我的愿望 捡到了习主席 也没有想到我会跟习主席去交流 我2009年第一次来到中国 来到海南 在海南大学先学了两年的汉语 然后上了本科 2013年 我当时在海南大学 在宿舍看电视直播 听到习主席提到我的故事 又提到我的名字 RH阴性血型 这个在中国属于十分稀有的血型 被称为熊猫血 哈萨克斯坦留学生 鲁斯兰正是这种血型 在中国海南大学读书期间 鲁斯兰自2009年起 参加无偿线学 每年两次 为一些中国病人解除了病痛 做出了贡献 从小我的父母的教育 就是他们每次跟我讲 鲁斯兰你要长大之后 你要做好人 就是对社会优用的人 你要帮助他人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另外我还有机会也非常荣幸 向习主席回报我的一些工作 因为我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的全球新闻官 负责向全球推荐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轰利和投资机遇 招商银斯以及服务企业 我也跟习主席介绍 我说我们团队提出了4008-413-413海南自由贸易港 全球投资服务热线 从2021年到现在 这个投资服务热线已经接到了 大概有9000多个电话 国际国内200多个企业 都已经陆陆续续地落地海南 海南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所以我也非常地希望为海南的发展 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